SKS E.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 單車時代時代來福的首播節目 第一集耶 值得鼓勵鼓勵 順大開播了 我是小編Benny 我今天小幫手ROY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集節目 就是要幫大家介紹一個很厲害的訓練神器 對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趕快按讚 留言跟分享喔 因為我們今天除了介紹這神器 還會有非常多的精美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對 都是Shimano原廠 而且還有的東西是外面有錢買不到的 真的 一定要看這個 所以大家趕快上來留言 按讚 分享 是 OK 那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 就是這一盒 Shimano DRS-R9100P 功率大盤 OK 其實功率計這個東西在市面上出現的歷史 也算開始 也算有點久了 大概最久也大概30年左右了 那但是Shimano為什麼這麼晚才推出呢 一方面的話可能就是收集一些技術及各方大臣 那第二個方面呢 因為Shimano它自己就是變速器的製造商 所以功率計這東西它可以把它整合得很好 整合得很完美 所以說大家等一下我們開箱來看的話 非常期待呢 這個功率計可能是真的很漂亮的一個東西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外盒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東西跟一般DRS的大盤也沒什麼不一樣 黑黑的盒子上面打這個DRS 很漂亮很精美沒錯 那我們也幫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個字周圍這樣子 OK 就保持一貫DRS大盤的一個質感 黑色然後抗金字這樣 那比較特別的是旁邊這裡 OK 我們看一下齁 旁邊這裡的話呢就是DRS字樣 就代表是它的型號 然後旁邊有一個FCR9100P 這個P字就是PowerMeter 就代表說這個就是我們R9100P的功率大盤 那在下面呢這個就是一個齒比的組合 從5339、5236跟5034 這是目前市面上最常用的三個齒比 那下面的話如果說你只有DumbMeter的話 它就是在下面打個勾 然後再來就是曲柄的長度 從165到180 所以說是蠻多蠻多 就是不管你需要多長的腿長 其實這個都大家都買得到 那下面就是一些 Chimano用的一些他們長久以來在大盤用的技術 然後最下面這個可能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供應大盤才會有的 包含就是藍牙通訊跟MT Plus的通訊協定 那eTube的話就代表說 它是可以跟ChimanoeTube這個程式去聯動的 好外盒講完以後 我們也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趕快幫大家把箱子打開來看看 謝謝 好箱子打開來 其實上層它有分上下兩層 我們先把上層大家比較想看的東西先拿出來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的左腿 左腿、單腿、左腿這邊 非常的精美齁 跟一般的R9100一樣齁 就是一個黑色鋼琴烤機很有質感 那大家可以看到最大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裡 有一個電線 這個電線就是它左右左會連在一起 會連動的 然後它供應器的本體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黑色的塑膠的這個東西 對,供應器本體跟發射器都在這裡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 請攝影師再稍微幫我們照一下這個角度這樣子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供應器的本體 OK,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一個左腿 然後電線 小幫手可以放後面 然後這裡上面會有兩個文件 一個是一個那個 因為它這個東西功率計發射會有那個 無限波段的關係 所以它這些頻率的話可能各國的那個 一些電線法 電信法規都需要有那個 那包含台灣的就是NCC這些 都有通過各國的安規 所以OK 就是這一張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呢 滿大張的 把它拔開看 真的很厚一張 這張 這張就是它裡面原廠的一個 給使用者的一個說明書 那裡面也會講解到它 供應器裡面會有包含到什麼樣的東西 像這邊就是有一個供應器的本體 右邊取柄,左邊取柄 然後一些配件 像電線還有一些安裝需要用的配件 都在這裡面 那這個是多國語言 但有點可惜是目前還沒有中文版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Shimano這邊可以幫我們 就是之後可以製作中文版的部分 那這樣也一樣再把它好好的收起來 這滿大張的 不好收 好 上層的部分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個左邊的取柄腿跟那個 就是說明書的部分 然後我們 就是請 小編幫我們收起來 好 那再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下層 我們先把大家最期待的部分拿出來 就是這個 它的右邊 右腿 大家可以看到 在過去一般 常見的一些 功率器上面 其實它們都在 Spyder 上 有很明顯的一些 功率器的本體 或是什麼 但在 Shimano 6S R9100P 你幾乎看不到 唯一多出來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充電器的一個 裝置 這邊 幾乎是看不到 那其他東西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 一般的R9100的大盤一樣 你幾乎會覺得 奇怪 它是有功率器還是沒有 其實它是有的 然後 它功率器的本體 只有在這邊 一點點 非常的小 其他地方都整合起來 所以 Shimano的工藝真的非常厲害 它可以做出一個這麼精美 小巧的一個工藝劑 然後整合在它自己的大盤裡面 所以 這就是Shimano 跟其他廠牌 不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算是它的優勢所在 因為它本身是個製造商 也可以說是目前 唯一以 電速器 廠牌 來製作工藝劑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廠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 跟其他的一般大盤 也沒什麼兩樣 就是 該有的都有 然後中間的軸心 這樣子 那這裡有個小蓋子 小邊把它打開一下 那這裡面的話 是有個電線的接孔 那包含 那個電池的話 都是藏在我們的軸心裡面 所以說這個電 這邊到時候安裝的話 會比一般的 DOS大盤 會比較特殊一點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做個介紹 然後 這邊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 這裡的話 有一個製造的序號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這邊推準還有一個 AMT Plus的一個ID 就是到時候 你跟馬表連線的話 它就是讀取AMT Plus的這個ID 那這邊的話 也可以看到其實 它就是有AMT Plus 或者是藍牙的一些 這邊都在工藝機 本體的裝置上面 那發射器也都在裡面 OK 那大家 還想多看什麼角度的話 我們再多 多給大家看一下 賓妮小編 我們剛剛有車友問說 今天是要抽獎抽這個嗎 當然是 沒有啦 這個東西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如果抽這個的話 我們真的是覺得 這個 這我們就都不要在這裡 我們要下去抽獎 對 我們就不會在這邊 這邊一直跟大家拉比賽 但是我們今天要抽的禮物 也是非常的精美喔 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要持續的留在線上 真的 是Shimano 都是Shimano原廠的東西 而且有的東西是 有錢也買不到的 這個有錢你還買得到 有的東西真的是 有錢你買不到 限量 而且是 真的是很疊緻的一個小禮物啦 不能說很貴 但那個東西你拿到你就 這東西有特別 是非常有質感 對 那我們一樣請攝影師 再幫我們多帶一點這個 我們R9100P的特寫 真的一樣 維持一貫的高質感 DURA S才會有的高質感 然後而且它整個功率計 它可以看到真的很小巧 重量輕 然後就是 你完全不會覺得 你有個多一塊東西 在這裡破壞整個美觀 對不對 低調奢華的感覺 是 好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對 小心一點 很貴很貴 OK裡面呢 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藏著一個配件包 這配件包其實有 所有安裝的工具 我們剛剛說的 包含電線啊 安裝的一些工具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是全新品 那如果小編把它打開 可能小編今天真的要抱著這個回去睡覺 所以小編先不開 但是我們有借到一個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示範給大家看的 一個配件包的零件在裡面 所以這包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再把它收起來 那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跟原廠 就是跟買的來源的話 是一個合法的 應該是說一個 就是代理商進來的貨員的話 其實裡面都會有一個 這個產品的保固卡 那大家也知道 在台灣騎車 其實也是一件蠻奇特的事情 就是你要買變速器的來源 其實是蠻多的 但是因為售後保固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買一些 不是代理商正常管道進貨的一些 變速器零件 可能之後 在保固上 零件故障的時候 你可能會變成一個零件孤兒 那薛華這次也真的很貼心 就是跟三字達這邊 就是放了一個 產品保固卡在裡面 因為大家知道 畢竟公用季較為真的很高 所以說 他特地就是幫大家 製作一個產品保固卡 那上面的話 也會有 就是整個 就是大盤製造序號 所以說你這個盤 就是跟著這個保固卡 那所以說 建議大家就是 這個東西一定 一定要 跟那個 合法來源的店家做購買 因為他真的很貴 有問題的話 就是不要讓自己煩惱 因為這東西真的 OK 那大家看完以後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要把它收好 所以這個東西 只要你是 從那個 代理商 經銷商那邊買 一定會有這一張卡 一定會有 OK 好 那我們的 整個開箱介紹的話 大致上 就目前就是到這邊為止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進一段影片 進一段影片 我們先抽個獎 然後來就做我們這個 9100P安裝的一個 介紹這樣子 OK 好 那大家我們準備進影片囉 我們先進一段影片 119 quarto 3200P安裝 1193 220 115 115 215 115 215 215 215 315 215 315 i want to tell you things are fine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you're wrong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till i i try to write it you've had my heart for so long you know my whole life what makes me sick what makes me strong are your companion by my side and every day you've got something new to teach me about myself here i am waiting wanting i'm putting books upon the shelf i'm hoping that you could forget i used to be someone else sins the day i first started to deconstruct my self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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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s the day i am sins the day i am oh oh you waited on me waiting on me no you're not waiting on me waiting on 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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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s the day i am P的開箱節目 等一下我們送的就是這個 Chiwano Pro的原廠的水壺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 我們請我們的工作人員準備一下 趕快來留言 按讚分享 我想用9100P USR9100P一起練車比賽 大家趕快來留言分享 才可以抽這兩個水壺 看一下工作人員準備好了沒 就是這兩個 目前這個頭 其實是一個比較軟的頭 跟過去材質也都有所改進了 那顏色也蠻漂亮的 對就是一個黑色銀色 那我們出來的話可能顏色會是隨機 可能是黑色銀色或白色的不一定 OK那我們就請我們工作人員開始抽獎 看有哪兩個幸運觀眾可以得到 我們這Pro的原廠的水壺 這水壺其實小兵也蠻想要的啦 為什麼每次我們抽獎都我們自己不能抽 好我們已經有看到有一個 有讀者已經有中獎了 我看一下是誰 等一下我們等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一下 好像是一個 歐欣是不是 然後一個是 宜潔菜 這兩位 OK 好 就是這兩位 歐欣跟宜潔菜 兩位讀者 趕快截圖寄給我們小編 還有把你的姓名電話助紙 寄給我們小編 那我們趕快安排這兩個水壺 顏色隨機 顏色隨機不一定是這兩個顏色 但一定是這個形式 趕快 趕快截圖寄給我們小編 還有你的姓名電話助紙 好 視訊給我們小編 那就是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抽三個 一模一樣的水壺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繼續關注我們的開箱文 好那 就是回到我們現場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桌上 這是秘密 這是秘密嗎? 擺了一堆東西 就是我剛剛打開的配件包 就是像這樣子 有好戲的東西 那小編的話把它分成三類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從左邊介紹 第一個就是我們電線充電的部分 然後中間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安裝的一些工具 這是R9100P才會有的特別的安裝的工具 那最後一個 最後靠近最右邊的就是磁鐵安裝的一些工具 那大家知道就是 功率的話就是扭矩去乘引角速度 也就是回轉速的部分 那它必須要有政策到回轉速 它才能夠去計算出你的功率 所以說 SHIMANO這邊的話 它是採用磁鐵去感應它回轉速 那所以說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磁鐵的那個安裝工具 那磁鐵大家如果以前比較自認測 可能會知道就是 磁鐵跟感應器必須要一個相對應的距離 太寬的話 它可能就是偵測不到 太近的話可能有時候你會干擾到 可能汽車會打到一些零件之類的 所以呢 SHIMANO也特地為大家 準備了一個可以量磁鐵的一個量規的工具 所以 這東西就比較特別 那小編來為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磁鐵量規工具 它大概是怎麼用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裡 我們已經準備一個車架 那 無通這邊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 這裡有一個四方形比較寬的地方 就是塞進無通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可以360度旋轉 那一般的話磁鐵黏部的話 不外乎是下管 立管跟後下插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的話 可以去尋找一個我們覺得 可以黏貼我們磁鐵的地方 那SHIMANO這邊會是建議說 磁鐵跟我們的 腿組的話 相隔不要超過五厘米 所以這個範圍大家可以很簡單的找得到 然後這邊會有兩個磁鐵的護蓋 就是一個白色或是黑色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白色或黑色去搭配你的車 那小編用白色好了 白色比較明顯嘛 那我會在這邊開始尋找說 這貼上去磁鐵的厚度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會開始去尋找哪一個地方會比較適合 那我可能找到的話 我會覺得後下插這邊剛好 欸 位置很好不會干擾 然後又剛好又符合一個五厘米以內的一個間距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會貼在這邊 那找好以後呢 我們可能在這裡做個記號 確定說我們貼那個磁鐵貼在這邊以後 那SHIMANO原廠這邊有附雙面膠貼上去 然後磁鐵貼上去 最後再把我們這個磁鐵護蓋合上去 OK 那就是我們磁鐵定位完成 那這邊的話要注意左右邊都要貼 因為SHIMANO這個雙腿功率機 它必須雙腿都有感應 所以你左邊右邊都要貼 不是只貼一邊就夠了這樣子 欸它是左邊都要貼嘛 沒關係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你一定要貼好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個 安裝取柄的工具 過去大家 比較習慣就是說 這邊 左右腿安裝上去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蓋子 直接把它蓋上去懸緊而已 那因為它如今有了個電線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一個特別的蓋子 把它蓋進去 因為過去的蓋子是沒有留縫氣給電線的 所以如果你用原來的蓋子 可能會把電線給壓壞 那這邊的話安裝一樣 就是說我們右邊取柄 插進我們BB以後呢 再來就是 左邊取柄也是插進去 然後這個電線 就是連接 左右邊這個電線 務必要連接好 就是它會有一個咔嚓的一聲 你壓進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卡的感覺 那你一定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壓好 因為沒有壓好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正常做到 那電池就是在裡面這樣子 那麼裝好以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有一個特別的過去用 可能是一個煤化型的size 如今就是有開孔 有開孔就是為了讓電線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樣把它懸進去 懸進去以後呢 這個特殊的工具就是要拿來鎖這個的 來看一下就是拿來鎖這個 鎖緊這樣子 這樣子左右腿鎖進去就可以鎖緊了齁 因為這個是新的小編 就不用就不要真的鎖上去 做個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鎖進去以後鎖緊以後呢 一樣就是照過去的方式 就是兩邊的那個五角 五號的那個六內角反手 用就是適當扭力把它鎖緊 這樣子 嘿 那整個安裝的過程 大致上會是如此 所以說那這裡還有一個蓋子 因為鎖完以後有個洞洞 那這個蓋子最後就是把它蓋在 我們的左腿鎖屏上面 把它蓋起來 打到防水防塵的效果 好 那整個安裝包含磁鐵的設置 大致上就是如此 那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有時候我裝上去 我的公寓數字 或者甚至是連數字都沒有跳出來 這個部分可能要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它這個 SHIMANO R9100P是雙邊作動 同時作動的東西 所以你 像我剛剛說 如果你左腿這個電線沒有連接好 或者是你的磁鐵感應的位置 不是很好的話 它出來的數字可能會異常 或甚至是完全是沒有數字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如果覺得自己公寓劑怪怪的話 可以不妨從這幾個方面來檢查看看 電線是不是連接你的位置 是不是夠就是SHIMANO 規範的5厘米以內的感應的位置 那也有可能 就是大家可能買到新的工具 很興奮的話 趕快上去騎個車 可是你卻忽略了 你的功力距是需要去充電的 所以電線這個東西就是你需要去 也要注意一下說 你的電量是不是足夠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也會就是 去我們實測 我們有一台實測之後 我們可以實測我們的DRS 實際包含充電啊 包含實際踩起來啊 甚至跟我們Tax Neo 這個訓練的神器 來互相做個交叉比對 來看一看說 我們SHIMANO DRS R9100P 到底是有多厲害 那一樣大家趕快 繼續我們的分享留言 然後繼續留在我們線上 然後留下 我想用DRS R9100P 一起練車比賽 那等一下還有一段影片 影片過後 我們還會再抽出三個水壺 就是剛剛我們Pro的原廠水壺 非常精美的水壺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我們的單車時代 Style Life 好那我們近影片 我不請回答 我今天好看 我們會在這裡 很久沒看 你還不想說 很久沒看 一看 好 在這裡 那裡 都在這裡 找到另一段影片 這請人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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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tral service means we help out all the riders when they need support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e are here with four cars, two motorbikes, six drivers, six mechanics and loads of spare wheels, bikes and parts. It's stressful, it's hectic. It's about split-second decisions. For us it's about being there when it's needed. For everyone. We'll see you aga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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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